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寻宋代大文豪苏诗笔下的夏日美景 苏诗,以其豪放不羁的个性和卓越的文学才华 留下了无数快智人口的诗词 而在他的众多作品中 有三首诗特别生动地描绘了夏天的美景 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和感动 第一首,我们将欣赏东南梨花 这首诗创作于苏诗被贬黄州期间 那时的苏诗心境较为平和 对自然和人生有了更深的体悟 通过描写出下梨花盛开的景象 诗人表达了对美景的欣赏和对人生短暂的感慨 接下来,我们来品味引湖上出情后语 这首诗是在苏诗任杭州通判期间创作的 描绘了西湖在晴天和雨天的不同美景 诗人巧妙地将西湖比作美人西诗 展现了他对自然景物的热爱和细腻的观察力 最后,我们一起欣赏一份西湖舞绝剧中的第三首 这首诗描绘了夏天夜晚在西湖泛州的美景 荷花、水面 清风构成了一幅静谧美丽的画面 诗人夜晚泛州 完全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 展现了他对生活的淡然态度和对自然的由衷热爱 今天,我们通过这三首诗词 不仅感受到了苏诗笔下的夏日美景 也体会到了他那种豁达的生活态度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希望大家在欣赏这些诗词的同时 能够更加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平和 一、东蓝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蓝一珠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东蓝梨花 是苏诗创作于黄州时期的一首诗作 当时的苏诗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 虽然身处逆境 但他依然保持了豁达的心态 常在黄州城外的东坡游览 与自然为伴 疏发胸中快累 这段时期 他的诗词创作风格趋向平和宁静 更多地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感悟 梨花淡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诗的开头描绘了初夏时节梨花与柳树交相辉映的美景 淡白的梨花和深青的柳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颜色的对比不仅增强了画面的层次感 还凸显了梨花的纯洁与柳树的生机 柳絮飞时花满城一句则描绘了柳絮纷飞的情景 给人一种轻盈飘逸的感觉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被花与续环绕的美丽城镇 这种景象既有视觉上的美感 也传达了诗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敏锐观察力 惆怅东蓝一株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这句诗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东蓝一株雪中的雪字是对梨花的比喻 白如积雪的梨花在东蓝静静绽放 形成一幅宁静淡雅的画面 然而 诗人并未仅止于对自然美景的描绘 而是借景抒情 表达了对人生短暂的感慨 惆怅一词揭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情感 他在欣赏美景的同时 感受到岁月流逝和人生短暂的无奈与惆怅 人生看得几清明一句更是点明了全诗的主题 苏氏通过对梨花的描绘 表达了他对人生短暂 光阴一诗的深刻体悟 东蓝梨花是一首典型的寄情淤景 情景交融的诗作 苏氏通过对梨花的描绘 表达了对自然美景的欣赏和对人生短暂的感慨 诗中的梨花柳树 柳树这些意象不仅具有丰富的美感 还寄托了诗人深沉的情感和哲理思考 苏氏的描写细腻生动 语言清新流畅 通过简洁的文字营造出深远的意境 使读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 体会到人生的无常与珍贵 苏氏的这首诗还体现了他特有的豪放风格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虽然诗中没有豪言壮语 但那种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和对人生的豁达态度 充分展示了苏氏抗达不羁的精神风貌 这种风格不仅影响了他同时代的文人 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 东蓝梨花不仅是一首优美的诗作 更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通过这首诗 苏氏向我们传递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 这种热爱自然 感悟人生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 压力大 通过阅读和欣赏苏氏的诗作 可以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 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感受自然的美好 同时 这首诗还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 苏氏的诗词不仅有丰富的意象和深远的意境 还充满了哲理和智慧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深入赏息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 《东兰梨花》是苏氏诗词中的一颗明珠 它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腻描绘 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豁达态度 通过这首诗 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初夏美景 还能感受到苏氏的旷达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种精神和文化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仍然具有重要的取识和意义 希望通过对《东兰梨花》的赏息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苏氏的诗词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并将其传承和发扬光大 二 隐湖上出情厚语 水光烈焰情芳豪 山色空蒙与异齐 欲把西湖比西子 但装浓膜总相宜 隐湖上出情厚语 是苏氏在任杭州通判期间 创作的一首诗 这首诗描绘了西湖在晴天和雨天的不同美景 表现了诗人对自然景物的热爱和细腻的观察力 苏氏在西宁四年 1071年 被任命为杭州通判 这段时期 他频繁游览西湖 留下了许多快智人口的诗篇 隐湖上出情厚语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水光烈焰情芳豪 山色空蒙与异齐 这句诗描绘了西湖在晴天和雨天 两种不同天气下的美景 晴天时 湖面波光灵灵 水光烈焰 显得格外美丽 烈焰一词生动地描绘出水波在阳光下闪烁的光芒 使人仿佛置身于西湖之中 感受到那种清新明媚的景象 雨天时 西湖被蒙蒙细雨笼罩 山色空蒙 仿佛披上了一层青纱 别有一番奇景 这种空灵朦胧的美 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苏氏在这里展现了他对自然景物的细腻观察和深刻理解 无论晴天还是雨天 西湖都美得各有千秋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膜总相宜 苏氏将西湖比作美人西湿 无论是淡妆还是浓妆 都同样美丽动人 西湿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以其美丽和聪慧闻名 淡妆指的是西湖在晴天时清新淡雅的美 浓膜则指的是西湖在雨天时浓郁朦胧的美 苏氏以美人西湿作比 赞美了西湖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和多变的风情 表达了他对西湖的由衷赞叹 《尹湖上出情后语》这首诗展现了苏氏高超的描写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诗人通过细腻的观察和生动的描绘 将西湖在不同天气下的美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晴天的光芒闪烁 还是雨天的空蒙朦胧 都被他捕捉得极其生动 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其次 苏氏巧妙地运用了比喻 将西湖比作西诗 突出了西湖美景的独特魅力和多变之美 这种比喻不仅增添了诗歌的韵味 还增强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此外 苏氏在诗中表现出的对自然的热爱和细腻的观察力 也使这首诗具有深刻的哲理意义 他通过对西湖美景的描绘 表达了对大自然无限美好的赞叹和珍惜 体现了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这种对自然的热爱和欣赏 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流露 也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精神风貌的生动诠释 《尹湖上出情后语》不仅是一首优美的诗作 更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通过这首诗 苏氏向我们展示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 这种热爱自然 极极乐观的精神 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我们常常忽略了对自然的关注和欣赏 通过阅读和欣赏苏氏的诗作 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 感受自然的美好 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平和 同时 这首诗还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 苏氏的诗词不仅有丰富的意象和深远的意境 还充满了哲理和智慧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深入赏息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 它通过对西湖美景的细腻描绘 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 通过这首诗 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西湖在晴天和雨天的不同美景 还能感受到苏氏的豁达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种精神和文化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希望通过对影湖上出情厚语的赏息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苏氏的诗词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并将其传承和发扬光大 三 夜饭西湖舞绝聚起三 南风又轻又斜 不绝间一以半 水面荷花青似梦 荷花深处克周迷 夜饭西湖舞绝聚 是苏氏在杭州任职期间创作的一组诗篇 描绘了诗人夜晚在西湖泛州时的所见所感 这组诗中的第三首尤其生动地描写了夏天夜晚的美景 展现了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淡然态度 苏氏在任杭州通判期间 常常泛州西湖 领略西湖的夜景 写下了许多赞美西湖的诗篇 夜饭西湖舞绝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南风又轻又斜 不绝间一以半 这句诗描绘了夏夜的南风轻柔而斜浮 诗人不知不绝间已经度过了大半个夜晚 夏天的夜晚 南风轻浮 让人感到舒适宜人 轻又斜形象地描述了风的柔和与随意 诗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的夏夜中 感受到那种温暖而又轻盈的风 诗人在这种宁静的氛围中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过半 显示出他在享受这一刻的美好时光 完全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 水面荷花青似梦 荷花深处刻粥迷 这句诗描绘了水面上的荷花轻柔如梦 诗人划着小粥在荷花深处迷失了方向 荷花在夏天盛开 白天的荷花景致已经美不胜收 而夜晚的荷花更是带有一种梦幻般的美丽 青似梦不仅描述了荷花的轻柔与美丽 也暗示了夜晚饭粥时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诗人在荷花深处迷失方向 这种迷失不仅是地理上的 也是情感上的 它完全被自然美景所吸引 沉浸在这如梦如幻的美景中 忘却了时间和方向 夜饭西湖舞绝聚 其三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生动的异象 展现了夏天夜晚西湖的美丽景色 首先 诗人通过对南风 荷花 水面的描绘 营造出一个静谧而美丽的夜晚画面 南风轻浮 荷花如梦 水面宁静 这些异象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 宁静的夏夜图景 诗人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 使整个画面更加生动形象 其次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淡然态度 苏氏在这首诗中不仅仅是在描绘自然景物 更是在表达她对生活的感悟和态度 夏夜的静谧 美丽 让她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宁静 她在荷花深处迷失方向 这种迷失正是她对自然完全投入和沉醉的体现 这种对自然的热爱和淡然的生活态度 使诗歌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和哲理意味 叶范熙虎五绝句 其三不仅是一首优美的诗作 更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通过这首诗 苏氏向我们展示了她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淡然态度 这种热爱自然淡然处世的精神 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生活节奏快 压力大 常常忽视了对自然的关注和欣赏 通过阅读和欣赏苏式的诗作 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 感受自然的美好 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平和 同时 这首诗还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 苏式的诗词不仅有丰富的意象和深远的意境 还充满了哲理和智慧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深入赏息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 它通过对夏天夜晚西湖美景的细腻描绘 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淡然态度 通过这首诗 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西湖的静谧美丽 还能感受到苏式的豁达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种精神和文化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希望通过对一番西湖舞绝剧其三的赏息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苏式的诗词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并将其传承和发扬光大